当地时间12月8号中午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代表国王萨勒曼 为正在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利亚德王宫举行欢迎仪式 12时20分许 在沙特王宫摩托车队和马队互卫下 习近平乘车抵达王宫办公厅广场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两国领导人步入检阅亭 沙特王宫军乐团 走中沙两国国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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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车处热情迎接 沙特王宫卫队 沙特王宫卫队以传统执剑礼仪 向习近平表示最隆重欢迎 丁薛祥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欢迎仪式 中沙特王宫卫队以传统执行 中沙特王宫卫队以传统执行